嗨,各位朋友,你們好 我現在就要去新加坡了 因為今晚在新加坡 就是一個慈善的節目 我一定要做的 所以今晚就不能夠出席 勁歌金曲的第二個季選 不過如果這段片出街的話 就是表示我那首黑色五爺 就入選了 如果是,我就一定要很多謝 全部支持我的朋友 當然也要多謝製作這張 State up唱片的所有工作人員 當然,還有多謝你們 謝謝 Michael,這個兒子的這樣說法 對不對 絕對 這個獎金請你代交給Leslie,好嗎 恭喜… 恭喜 Michael,趁Leslie不在這裡 不如跟你談談關於她的事 她知道的很多,我們都知道 會唱歌、會跳舞 跳得好,唱得好,歌曲很流行 我都很喜歡她 但有些可能她做了我們不太知道 譬如她平時的生活習慣 有趣的東西,你告訴我們 對,阿波也很有興趣想知道 你只想我說她壞話 你遷就著 我遷就著 那麼,Leslie呢 很喜歡穿鞋不穿襪的 你知道的,是嗎 她有一件事,我在這裡想… 真的要熱爆音毒 你知不知道Leslie呢 是很容易哭的人 在甚麼情形底下 譬如有時她是… 我不知道 譬如有時我… 譬如我做誰的唱片 那陣子我全心全意跟她做的 譬如那陣子在做梅艷芳 有時她走到錄音室 看到她聽到這首歌,她很喜歡 她就突然刻起臉,我不知道為甚麼 她走到外面,眼淋濕的 我出去問她,有甚麼事 她說,這首歌很好聽 這樣她也會喝醋 我說不是,我盡量… 我在哪個時間,我跟誰做的 我當然盡力去作一首歌 她是很容易哭的,記住 原來是這樣,Michael 我想這次她這首歌得到獎入 你猜她會不會開心到哭 我想她應該很開心 一定很開心 你知道她 她真的用了很多功夫,出了很多力 Michael說的話,絕對對 Leslie已經很努力了 我想現在如果我們沒機會 聽她這首入選歌的話 我想我們三個Michael也會哭一份 開始哭 好嗎?看看張告榮